现在跳马的是中文连黄秋爽 他的空中姿态还不错 但是向后迈了一步 这也要扣到0.5分 也是一个5.8的难度 但是空中的高度要比江源要好一些 得分可能会比江源要高一点 这样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最后一名出场是姚津兰 这样的话姚津兰比完以后 中国队也就全部结束了 今天团体决赛的项目了 这次姚津兰和黄秋爽 还将去参加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 14点70分 замечатель色的表現 他们全能费得到 看一下 谢谢大家